不会吧 我只是想诈一诈 没想到是真的呀 魏英洛这话一说出 傅谦就像泄了气的祈求一样 因为在他这里藏着一个惊天大秘密 那就是福康安的绅士 当年傅恒为了救英洛 迎去耳琴 婚后耳琴嘴上说着给傅恒事件忘记英洛 实则步步紧逼 就连傅恒身边的丫鬟都让他卖去亲吼 最后导致吞金而亡 傅恒特别失望 毕心想修了耳琴 爱与两个家族的情面 还有自己母亲被求情 昭华自从羞辱后 失踪了 魏英洛终于忍无可忍 绝对为女儿报仇 可偏偏父亲和福康安固执己见 忍误了英洛 终于把傅查家最后一块遮羞不撕下来 不许 你该叫阿姆 福康安听后满脸不相信 质问四叔 他在说什么呢 啊 我不要相信他 这个女人满口谎言 我要验证多的是办法 到了那个时候 福康安可就真的声名尽毁了 因为昭华不见了 所以英洛没有时间和心情在这看戏 让侍卫把他们全部送到傅查室老夫人面前 并把今天的事情全部都告诉他 让他好好知道他的数子和这个来路不明的孙子都干了什么我说事